好,馬上再來練一題 我說ab是3,ab是4啦 a珠叫做3 所以我當然知道b珠就叫做5 對不對 b珠是5 然後呢 我今天要求的叫做珠1 線段 來,這裡叫做3 這裡叫做4 那b珠叫做5 我們先求c1 c1線段怎麼算 不就斜邊上的高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把這裡突出 對不起,我們重畫一次好了 我覺得啦 有時候我自己都給它畫出來 因為我覺得畫出來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雜 所以這個叫做c b a 3 4 5 直角大概都畫一下 所以我的c1線段 c1線段就叫做4乘3 除以2 更正 對不起 4 乘上3 兩骨相乘 除以斜邊 所以是5分之12 好,但是我的重點在珠1喔 那我不就要先把O1算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這個三條形再畫一遍 這個叫做ceo ceo 直角 那oc多少 你知道它是345 你知道它是345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叫做5的一半 5分之5 ce剛剛算出來了 5分之12 那我要先求O1 O1多少 我剛剛講過什麼呢 如果是這麼醜的數字 我們先通分通看看 如果沒有上高數 那你才乖乖算 2跟5的 對不起 下面是2跟5 所以最小公倍數是10 10分之25 它是10分之25 再來喔 這個叫25得10 10分之什麼 24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了 在這邊呢 它叫做 什麼2425 7嘛 對不對 所以O1線段就會叫做7 而我的分母叫做 10 可以嗎 因為72425 所以O1就等於7分之10 那珠1呢 我再把這一段算出來 反正這一段也叫做5分之5 OK 所以我們的珠1線段 就等於5分之5加上7分之10 所以最後的答案 欸欸欸欸欸欸 寫在哪裡 5二的15 5 25 所以抱歉 這個叫做10分之 32 所以又叫做5分之16 OK 所以第一 這一題 5分之16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說老師 你很笨耶 我說為什麼我很笨 因為啊 因為啊 你幹嘛算得那麼複雜啊 他說有一個更快的算法 你們有看到嗎 我把它講出來了喔 就看這個三角形就好了啊 對不對 好 這個方法老師是要讓你知道說 欸 其實你只要算得出來當然都OK 可是一定有很多更快更快的方法 你知道C1叫做5分之什麼 12啦 啊這個4就把它改成5分之多少 20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珠1線段直接就等於1220 那這裡是不是就是16 因為你知道12跟20 約分之後叫做除以43 除以45 所以它是345啊 所以 43 對不起 除以4 所以44 16 所以我就可以出來珠1線段直接叫做5分之 16啦 OK 好 抱歉喔 再講一遍 這個題目我講的有點點 久齁 但是第一個 如果今天只是要單純求 珠1 你不一定要算出O1 你可以直接看珠1C的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會是最快的 當你確認那個直角三角形沒問題之後 直接用它去算 其實就不用這個東西了 OK 所以這裡我就直接把它消掉 好 這個是第19題